兩人的手一握長達15秒 邊握手邊敘就九年前的新加坡首次會面 隨即專長分別坐上半坨圓形的工作桌 雖然開頭馬英九稱習總書記 不過會中也穿插稱呼習先生 習近平僅扣反台獨與反對西方國家挺臺 馬英九談話也呼應民族論調 馬英九因口誤在習近平面前收出中華民國 並公開講出九二共是一中各表的緣由 比起九年前在第三地的馬習慧 有超過六百家國際媒體現場見證 這次台美港媒只有部分受邀 以及在京的外媒全都無法進場報道 因為一切由中方主導 以上TV新聞朱光宏 陳韻文 北京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